Rika師兄 遲這份EV 星期二晚直播時間8點 Hook Borsong 好 今個禮拜Hook Borsong 今晚就繼續EV No.7求醫印堂專門店特約 至尊Hook Borsong 是 自尊Hook Borsong 那就隨便想想 EV是上個禮拜的比賽狀況 先不要說戰況如何 先說了一個優惠 由於是我們自尊Hook Borsong 所以只要是幣頻道的訂閱者 又或者會員 再like這個No.7求醫印堂專門店的Facebook Fan Page 就可以享有獨家印字的優惠 大家可以留意資訊欄裡面的詳情 另外資訊欄的詳情裡面 亦都有EESHOP的換購優惠 詳情還是先看著 繼續招呼客人 因為EESHOP自己人 所以先招呼客人 我們永遠帶給大家最多Power 因為是奧華承認的遊戲 因此各方射著RX鏡 Week to Result 以上拿7分的人士 主要是因為萬成和艾華利斯的生命日圖 而獲得7分 慢亂啊 遲了一席才是Hook Borsong 包括了EV 另外是Jolie 還有Martin Dai 這個新的朋友問我可不可以參加 當然可以啦 還有Ray Yeun 另外兩分的朋友 成龍、William、CSR、大老虎 和Patrick Jean 都是拿分的 唯一一件事 開了球別改結果 沒錯 因為有人 未開過那場球之前 已經不斷地改 但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說 總之開了球之後 你就 有結果之後 你就不要再改 他不是改回那一場球 他改第二天那一場球 OK 明知自己輸了 再下了一條票 那是不公平 不公平的 所以不好意思啦 在這個情況之下 除笑 不是除笑 是整個Discordified 因為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是慣犯來的 所以不好意思啦 大家這些牙膠的東西開心一下 記得不要 做人 老實一點的 不要把最寶貴的東西 就這麼輕易地喪失 人家最寶貴的東西 就是別人給你的信任 很重要 好 這是最值錢 比金錢更加珍貴的東西 好 而在這麼小的遊戲 令到喪失這麼寶貴的東西 其實就相當噴塵 誠實面對自己 OK 我們看看 今個月的總積分榜 現在 總積分 是吧 對 大家可以見到 抱歉 抱歉 我們現在見到第一位的人士是 Jolie Jokey 接著是William 李還是Key 他 你是不是打錯了 打到時候 是Jolie 你知道是誰的 好 接著是William 接著是EV 這個星期會改回他 馬天戴 Ray Yang 這些全部都7分 阿康上個都7分 恭喜 第二星期沒有分 然後其他都4分2分 繼續下去 我有問題 師兄 是不是還在釀賽中 我一向來講 根據上一季的經驗 師兄是第四周才會參與 哈 哈 哈 所以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擔心 也不會抱有任何的懷疑 正如我們真心基金也好 到現在我們都還未啟動 沒有 所以我一點都不會擔心 我忘記了 最重要是下得準 師兄一個12分回來 你趁他 趁他不上 所以這個 你真的沒有辦法 OK 所以這個大家密切留意 但如果想跟著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留一留意 還有最重要就是 今年的Convention 獻英超國波射準RS 每個月只得 一個得獎者 OK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走勢和近方 即是每個月的首名 沒錯 如果同分是抽籤 同分是幸運之輪就決定 OK 到時麻煩慈生你再設多一點 是 什麼設什麼 設個後運輪 我遲些會教你的 什麼 你不是有個在的嗎 我們有電子版的 我知道 電子版 因為電子版可以在直播的時候 讓觀眾看 所以會開心一點 好 時間我們交給師兄 好 那就留言 HOLD WONG是誠實用 錢買不到 我真的 這個 信任是很重要的 Karl Fan說今季重點是信任 今季重點是時不淡 是啊 說了 我們今年重點是時不淡 所以時不淡之下 今個禮拜由英超開始 英超先逐場逐場 落定咸森林 兩個一皮 贏了石飛聯 但其實那場球我有看 那場球我自己覺得 落定咸森林的發揮 沒有想像之中那麼流暢 相比來說 其實石飛聯在中場的 爭取的姿勢 又或者是可以力壓到森林 令森林在主場的優勢 沒有那麼明顯 但森林在主場永遠就是這樣 永遠踢得差 但最後那一段 永遠就撥到一個入球 就這樣全取三分 所以這場球 都挺傳統英式對抗的感覺 中季是穩定 還是每個星期五的深夜有一場 多數 不敢說穩定 我看了頭幾周都有 那場球森林 Gitzen White 在進攻方面打得不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來一對萬聯 來一對萬聯 也是一場 因為Roy King 手背又是六 手掌又是肉 因為Roy King 在未打萬聯之前 就打了諾定蘭森林出身 大家留意一下 好 接著另外一場 就是數到富咸 一如所了 3比0 就輸了給賓福特 富咸這場球 就打得一般 賓福特佔了很大的攻勢 不特別說了 狼隊 四個一皮是輸給白李棤 我們在賽前預計到 但公勢入獄程度 雙方差不多 不要看ラム隊的比數差很遠 其實雙方的HG 都是2.1和2.2 雙方都有很多入獄的埋門機率 这个是赢把握力 尤其是我们看看三尖昏的入球 三尖昏是用他的速度去压过狼队的守卫 这一下三尖昏当时就在左边大约三宅线前小小岛的位置 就发动他的速度 可以去第二章 接着就看到他开始一路推 他推到进去禁区边左腹大约二十多马 又是一个速度力压两个马里的守卫 其实看到三尖昏这个球员的速度也是很厉害 结果就跟着其后就过了 我们就这样看有点像美斯在对基达菲的时候那一刻 但当然他没有美斯那么夸张 他就纯粹是凭速度力压狼队这些防线 最后一刻我觉得除了速度之外 是他找到空间推进的触角 因为其实狼队在最后一刻 其实有个球员可能有四分之一的身体的驱缸 是负责阻住他的位置 但是凭着他自己的灵口的位置 其实也都推到他旁边的一个比空的位置 带到这一个位置起脚 所以三尖昏这个球员 现在你难怪有这么多球队 其实是持住他 是啊 除了三尖昏之外 这场球员 欣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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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始终离途 是 柏道尼图 是柏道尼图 柏道尼图 有机会离队 因为现在看到对股的情况 你看到柏道尼图 在市场里面 有买家想要的 其实简单来说 凡有些新价的球员都准备拒走 柏道尼图 柏道尼图 我已经说了 河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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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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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华国脚 河西沙 所以这就不是正选 另外说一下 我们上周也想到 就是阿士东维拉 四粒大炒 爱华顿 我现在决定 未来的几周 都是长足爱华顿对加 爱华顿对加 是 没什么起色 那一场球 我们预计都很正确 上一场都说 阿斯东维拉的大败 其实就是 艾玛丽感觉到自己对球上升 想尝试一下打一些前压的战术 但是 打得不太好 看对手 上周那一队 那一队是不行的 对楼卡数 大哥 但是这场球 他对着爱华顿 爱华顿就是第一 只是阿坚尼散 都送了一球去 是 有球这样控给人 可一夜控给人 应声搞定 除了坚尼散的问题 之外 阿华顿整体上 今季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边路都出了事 首先隔壁有机会去沙地阿拉伯球会 有机会去沙地阿拉伯球会 有机会 有机会 因为现在正在谈计 但是32个位 我不觉得 坦白说 我不觉得英格兰的球员 会很喜欢去沙地阿拉伯球会 首先是一个传闻 前次就是 要动用伊和比喻的中场 再回到边路 你就知道他多缺人 前锋方面 没有改善过 卡法路云依然不在状态 今场球还要跟别人撞一撞 撞到整个拳骨腫了 然后下半场会冒胚出来 大家都知道 冒胚过来阿华顿 之后就变得有限货仔 就慢一点 实际上 整队阿华顿给我的感觉 跟去年的尾段是没有分别 整队球都找不到进攻的套路 攻守平衡也非常之差 更加何况一件事就是 连后面整个的后防边路 两个杂位的球员都开始有些标 即是那种玩得玩失 没有了那种火气 因为上季尾段的时候 你要博追分呼吸的时候 都叫做有些斗志去听 但现在新开季那种松懈感又出来了 所以阿华顿未来的几场 我都真的不看好 阿斯陆维拉若干球员 第一就是明斯 因为上一场球受伤 重伤 Powell Torres正式应该 长打正选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葛天奴应该也是受伤 这场球 严重受伤 听说也是要长头 好像巴塞因为这样 不见钱 不见钱 因为原本听说沙地阿拉伯有球队找他 有二次转会分成 谁知转不到会就 不见钱 不就算了 巴塞不见钱 那场球是密尖 打得很好 密尖 这场球是中场 至于 我们刚才说 阿坚尼送一球 然后Ashley Yam又送一球 那球是界外球 Ashley Yam扔过来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订给他 他必去这个 横边界的订过 这怎么会被他订去 禁区 即是后面自己禁区 附近 想让他给阿坚尼 那当然不到了 大哥 你手力有多好多 你永远回来武会 是要送一些礼 真的 都离了 都离了 真的 我都不明白 大哥 你 你输这么多 四个 那你都做得出這些沒有SAMS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要ICAC查一下這球 迫福特算是這樣的 他打得再查幾次就不是四球 認同 我覺得就要離隊了 迫福特 剛剛做了藥 新界應該比較貴 英格蘭直一向都貴 這場球再數一下有同 阿仙奴 阿仙奴說一下1比0小勝 1比0就是傅恩健洋兩個很失敗的王牌 你失敗的意思是球戰失敗 是阿仙奴本身的失敗 首先第一個王牌是阿仙奴的死症 經常都說阿仙奴扔間外球是不會扔的 不懂得扔結果是甚麼 就到處找 到處找就浪費時間 那球戰就給了王牌 這些是吃得很不值的 這是球隊本身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轉身那一天很輕微的打擊 但是你是有阻止對方的推進 所以就是王牌 兩王一紅就是這樣 然後昨天認真說一句 阿仙奴為了就哈佛斯的存在 又打回三中堅了 然後三中堅的體系 看起來不差 但是還未是阿仙奴最佳的情況 如果打回四後防 前面是迪勤華斯帕帕帝的 我覺得會好很多 現在對方彷彿就好像是 為了走多一個中場 而這個中場是間接 令到中場多了一兩重手續 令到推進慢了 那是不是一個得不上失的情況呢 那這個我當然要觀察一下 那究竟阿迪達之後 會怎樣再調整對方 但是整體上來說 對方又不是說踢得差 但是又沒有上季那麼遠目 但是這樣叫做 最後呢 憑著幾個球員的出色表演 例如柏迪阿 迪勤華斯阿 沙烈巴 這三個是昨天的數據 最英俊的了 Intercept 跟著那些 落腳鏟 那些 自己的 recover 全部都做得非常好 帥仔數據的球員 那就幫忙頂到尾巴 就是這樣 沒有太大特別 靠Fan那句 適合 打小過 贏就可以了 這個禮拜很多對方都是這樣的 三分二代 例如有最偉大的利物浦 利物浦就是3-1 搬尼麻夫 說真的 雖然說 其後打小過而已 但是 其實搬尼麻夫 那場表現都是 一般 都不可以 叫做 叫做好出色 但是 在伊拉奧拿的大領之下 其實 始終 都是那句 利物浦 用不著怕 我上個禮拜 就已經說了 我擔心了一陣子 用不著擔心 完全不需要擔心 第一 絕對不是沒有中場 上個禮拜已經說完了 這個禮拜 紙紙紙紙 已經找到史特加的遠藤航了 幾快 守三十一歲 幾千萬 16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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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多漂亮 那邊史特加 不要說他不硬 那邊史特加 整天的數據 那些碧腸 那些籃節 數據不錯 這個球員 你不用懷疑 對 又難打 真的不用懷疑 對 那這些 1600和你 某隊 找一些億幾 那些 是 不同的 還要 這個1600 我不知道 因為他這場球打了 少少 但是 打了三十多分鐘 沒有看到很多 這場球 我都沒有特別看過全場 但是 也和大家說 1600萬 博過遠藤航 怎麼都好 一幾 博過卡斯道 這個就這樣了 所以和大家說 利物浦的擁 不要經常罵你們的老闆 你們的老闆 是在幫你們對球 你還有些 巴錫迪 艾利諾 那些 那些不信 那些利物浦擁不信 覺得他們這些 未夠班 未夠火候 所以 覺得他們對球 經常說他們沒有中場 現在就給你一個遠藤航 你 看都沒有中場 那你現在 可能遲些 再多一個 便宜一點的 將那些 他透過台價的手段 令到車路士 又要交學費 交了學費之後 然後呢 然後 黃雀 最後 就收拾一些便宜的 又順 根本他本身的目標 便宜一點 又收拾一些好東西 這個我幾認同利物浦的做法 是 其實 他原本拉菲亞 他都是為了台價的 真的 從來 譬如拉菲亞和卡斯德島 是和阿仙奴拉上關係的 我一直跟進 轉會消息的時間 利物浦就突然出來 抬一抬一抬 但是 永遠之後都說了一句 這個只不過是 球會和球員的意向 還沒有會方實質的談判 是 從來利物浦是這樣的 真是個家暴 卡斯德有另一個case 就是卡斯德根本沒有和利物浦談過 他強行叫台價 這是另一個做法 但是總之一句說完 FSC是有了道的 大家各位利物浦的擁等 有一個這麼好 這麼精打細算的 這個老闆或者是幕後的集團 真的要珍惜 那 利物浦是需要一些 比較硬的中場去 去替補的 現在那些是 略嫌未夠 哦 都差不多了 等到未夠 再倒過愛華頓 杜卡利好嗎 杜卡利OK 對 聽說 有些消息 聽說 不過愛華頓是利物浦 就有點 惡搞 有點難搞 不過你遲些 上個星期說 發甲執一個 一個已經可以了 不用兩個 一個 一個比較硬的中場 就已經搞定了 跟你說 因為他還有太高 艾卡達拿 他都沒用 雖然就已經有點退化 但是 在人腳上是夠的 不要再告訴我 利物浦沒有中場 利物浦是有中場 就不和某些隊 花了一億多錢 但是來來去去 其實就 只剩下一兩個三個中場 有人計算過了 中場線是值三億 三億 車路士 當然是說車路士 好 先講一下比賽片段 首先這球就是 蘇寶時來的一個 拚十二馬 拚到的十二馬 拚到 拚到 但有些困難 腳困到的 困到的 困到的 是的 但是蘇寶時來來到 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的收購 都適應得還可以 OK 其實高普在德國的網絡 其實都很清晰 做得很好的 但是那個問題 還沒有解決利物浦的 那個防守體系 都是受壓得很重要 因為池先生 你說得對 頭十分鐘 利物浦有兩個很噁心的失誤 其實第一個球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出越位 因為那個球 其實打到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是一個回傳 來的 回傳貪落 他的腳一射下去 就進了網 其實那個球 我覺得不應該判原位 但是判了 其實之後 都是阿諾的位置出事 兩球球都是阿諾的位置出事 現在其實 所以其實利物浦的後防 始終阿諾的位置 是近這兩季裡 利物浦球迷要擔心的地方 還有當雲迪克拍到他那邊的時間 轉身的速度的確是慢 沒有啦 暗迪克 暗迪克現在是要打鬥 暗迪克 暗迪克現在是要打鬥 其實這場球 暗迪克打得挺好的 可以的 因為他打到後面鬥 做到很多解位等等 其實這場球算是打得挺好的 有錢收是不是 多謝林林 多謝林林 好 還有沒有另外一張 這場球 我都忘記了 有啊 好啊 這個就是那個十二碼 然後另外這東西 就是麥亞利士達 按下去 對手 聽舒利亞說 就覺得都很軟的 略嫌 紅牌有點嫌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牌就這樣掉了 是 大個小又一般 但是如果就這樣看圖 就是小又一般 按下去就這樣 但是感覺上 其實都很高興 看片就收了力 是 但是可能個勢 真的都很酸 所以有些人都覺得可以不用紅 其實黃牌比較好一點 黃牌比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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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這樣 開始打開紀錄就是對手 好啊 這個斯文尼奧 三分鐘就打開紀錄 然後 戴亞斯就追回 其後 有個十二碼 就是剛才那個 沙拿 原本 一射 又射失 誰知道 尼套 一附回到中間 沙拿就補中 2比1 但是補中 其實都蠻的 都蠻蠻的 哦 入了算 大阿斯那球漂亮的 是啊 大阿斯那球 總體其實前面來說 現在你說水準 大阿斯相對穩定些 沙拿其實這幾場球表現 都蠻一般 也有些傳聞說 沙拿聽說跟沙地的球會 扯上關係 是啊 那你就要數 四對球 會有能力 找到球星的 每對球有八個外匯名額 那你就數三十二個位 你看看 齊了三十二個球員沒有 齊了的就應該不會再找 因為沙地那邊的主門槍是比 其他歐洲球員都遲 9月21日才生的 是啊 遲近三個星期 所以高普那邊 也有些咬咬聲 尤其是非英裔 拉丁 這些球員 甚至巴西 巴西這類國家的球員 是最容易被沙地球會吸引到的 沙拿是埃及的 是啊 很近的 是啊 那些什麼buffet 這些也是適合的 所以沙拿是有機會的 其實 再加上他已經承明了一段時間 那就是 明就拿完了 那些fans就走了 那再拿回少許利 去到臨尾那張大約 拿了一張大的合約 以往的MS的合約 M和N都在那邊 不是 M在美國 是 是 埃及文明 是 埃及文明 文明都已經在那邊 這個真的 是 埃及過去 搞定了 重組了 是啊 所以 不是說沒有可能的 你可能今年不是 明年都可能是的 很老實 所以這場比利物浦都 都是那句 前途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撿回 找多一個 硬正一點的中場就OK的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 另外 就數了 車仔 也要說 車仔那場就 沒什麼的 賽後 每個都說 車仔又說打得多壞 和他上個星期打和利物浦的時候 以前的說法完全不同的 那 說真的 第一件事就是 看看陣容先 這場比賽有陣容的 等一下 找回 好 那場比賽師兄看了一些精華 真的 沒有陣容 這場 沒有陣容那張 沒有啊 車道士那場 沒有啊 沒有啊 我還沒做嗎 沒有啊 沒有啊 車老師 我先開開 我先找一下 哦 我先找一下 奶奶報啊 好 有 車道士龍門就 羅拔山齊事 三後防 高維爾 跟著這個 高維爾 泰亞高斯華 迪莎斯 其實從上一場 一模一樣的後防 中場就安蘇帕加拉加 左邊撤衛爾 右邊因為阿列治詹斯又傷 上年受傷 頭 都以月計 以月計 古斯道 用了上一場有打後備的古斯道 去年已經在車仔 不過借了是里昂買的 他在里昂買的 然後借了半年 沒錯 你講級數 就沒得跟Richard James 比了 這個球員 攻擊中將 Stirling 拍著卓胡美加 前面是迪神 對面 阿里奧勒羅門 後防 古法爾 打一閘 左邊是艾馬神 中間是艾古瓦特 拍著蘇馬 中間是和達鮑斯 拍蘇石 左邊是賓拿馬 拍基達 保雲前面 安東尼奧 拍基達本來 賭波事件 我又是 去曼城都已經和他在談 忽然間 曼城就終止了一個談談 原來就收到一封 說這個拍基達就出了事 就說 跟棕微一樣 他那些朋友 不知道朋友還是誰 總之就認識拍基達 在這個賭波公司 買了一場拍基達某場賽事 拿了王牌 結果拍基達真的在那場賽事 拿了王牌 獲得一些利益 於是 英國竹種那邊就要查 所以拍基達現在就受到調查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從事冬天的那些 還沒大王 以上事項沒有發生 那怎麼辦 不知道 隔年活的那些才是出事 隔年活沒有東西的 隔年活 如果女生的那些是比較容易 很多球員 關於女性的事就容易出事 不是這些 看看怎樣整理 或者他已經 其實搞定了 其實都是事後的 但這場他的表現是好的 是拍基達 拍基達 拍基達 這場球 其實總體我覺得 衰側偉斯探入到三球球 但是你說車路士表現 就不算太過離譜 不算太過離譜 首先第一樣 球隊的問題始終都是後三 後三 加上很多球員都是新加盟 很多投完新加盟 合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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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一般之下 組織就做得不太好 你看到很多球員 很多球員都是攻擊上 都是史達寧自己推上去 難得史達寧這場 又打得鬼死不好 因為那場球的推進 過球都好像回到當局時候的水平 但很遺憾 做不到助攻 入球方面做不到 即時仍然OK 雖然前面跑動很多 活動範圍依然都 但是始終和利物浦那場不同 因為韋斯探入打一個 比較死守的模式 後防中線和後線 窄的人都不少 所以即時想走 都不是走得很多 但是依然都是拼命 也有兩球都是一個很近磅的攻門 但是把握不了 那些人開始就說 阿迪神這個球員 把握能力太糟了 說真的 他當年在維拉利爾 都不是打這個位置第一件事 第二 他在維拉利爾 都不是長期正選 這些就是要看車路士的球探眼光 革命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但我覺得他的態度是好 即時 其實總看現在的隊伍 整隊伍的問題不太大 他伸了一班 其實現在的隊伍的態度沒有問題 好過去年下半年 整隊伍沒有靈魂 但是今年這隊伍 我看起來 似乎都很有心踢球 所以就給大家一點時間 我又不覺得這隊伍 好像去年下半年那麼頑皮 那這隊伍是還沒有 你看到很多時候 在Final Third的時候 拿著的球 其實要看很多次才可以 很明顯就是告訴你 他不熟悉隊伍的走位 那他伸了一班 還有他的組織始終是做得不好 當然重心就很清楚了 最後是泰亞高斯華 安蘇菲蘭迪斯 接著是前面 Dixon 這些都是重心骨幹 原本應該是安根股的 原本應該沒有卓胡美加 應該是Stirling和安根股 但沒有安根股就沒辦法 今年另一個特色就是 很多球員 季初就已經ACL了 所以很多時候 已經不見了大半年 甚至一年都不見了 其實很多時候 捷衛爾的後上入攝 都不可以說是後上了 現在 你看看AP 有沒有AP給到你 沒有啊 你沒有給到啊 有沒有給 我沒關係 他這場 捷衛爾 又是打好像上一場利物浦一樣 嚴格來說是左邊攻擊球員 左翼 他不是後上 OK 如果你看到AP 他簡直是左邊前鋒來 所以 你不可以再叫捷衛爾 做左邊的 所謂上上落落 但是這場球 去到中間就換了他走 有些球迷就不太喜歡這個調動 另外 這場球後防出事 迪沙斯後防出事 看看這球角球 1比0 其實很早 韋斯涵 也好 今年找到和達包斯 至少死球 有保證 對 你差一個球去到遠處 去到第二個六馬區 你見到 後面艾古瓦特 應該有個加拉加 錄著他 誰知道 去到第二張圖 你見到艾古瓦特 有一點點 好像用手抓住加拉加 然後就鬆手之下 結果加拉加就沒有跳 以及沒有什麼 艾古瓦特很近之下 結果被艾古瓦特 鬆容頭鎚 加拉加的經驗就差一點 結果被艾古瓦特 再加上前面的卓胡美加 一跳跳起就漏了 結果被艾古瓦特 頭鎚1比0 好了 接著就看看機會 逐幅逐幅看這個1比1 留意圈著部分 就是卓胡美加 後面抹他 就是防中的蘇石 你見到這個位置 其實就 很鬆 相對來說 就鬆動些 又比卓胡美加 很多很舒服 在這個位置拿球 我想蘇石 就似乎應該 要賣新些 賣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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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些 因為那個波 其實捷華爾的節奏 等等 控得很慢 其實蘇石有時間 可以補得近些 但是 就沒有做到 結果 接著就 卓胡美加 就是 埋來拿球 立即 握一個 直線 抵華爾 和股快爾 鬥走的抵華爾 快點 結果 到副位 底線的位置 出球 第三張圖 可以 抵華爾出球之後 首先 卓胡美加 繼續在禁區 左邊 大約是16馬 左右 又是 很多空位 蘇石 跟了波 大約八馬 結果 手衛 彈出來 卓胡美加 又取得了波 可以繼續 好了 接著 卓胡美加 蘇石 卓胡美加 打橫一推 用肩膀 一振 就已經振過蘇石 然後 去到 這張圖 結果一射 就射入 但是卓胡美加 這場球 打打半場 就傷了 休息六個星期 好些 六個星期 不是六個月 所以 下一場 又不知出誰 梅特力 對 接著出梅特力 接著 半場之後 梅特力出來了 梅特力 始終也是那句 他的踢法 就下降了一點 速度是有的 這球球 其實是 有組斷的機會 疑似十二碼 但是 阿里奧娜 是能扯到他 但是 因為之前 有一個很近的越位 應該是 有一個1B 這一下 他本身有越位 所以 其後的動作 沒有吹到 唯有信信求證 沒有 那你看這條線 你不能爭 好 接著第二下 就是 帕基達的一個中柱 這一下 很近 是啊 原則是中外柱 原則上來說 這是第二下 第三 2比1的球球 這球球 首先 就是 22號 阿賓南亞 逼到迪沙斯 在這裏 迪沙斯 就想 扭過 就想 給球 其實 如果他不迫 到來 選擇是有的 可以很 鬆容 可以給他左手邊 的球員 就會好些 但是 奔南亞 迫到來 迪沙斯 琴琴錄了 就 隨便 打上去 就算數 如果我打錯 打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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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和達包斯 第一時間 就側過長傳上去 然後 安東尼奧 就走位 第一 就 包了 有兩個球員 包了 另外 那邊 高維 轉身追 迪沙斯 結果 首先 安東尼奧 一 就先搞定了高維 好了 接著迪沙斯 追到過來 迪沙斯追到過來 但是 就 不黏得 不太近 結果 他仍然保持著 大約是三碼至四碼的距離 兩個新位 結果 被安東尼奧 轟進去 就轟進了 所以看到 迪沙斯 因為迪沙斯 我懷疑 如果飆得太近 就怕安東尼奧 就過了 就過了 這樣 所以就留了一點 身位 但是 你留了太多身位 給他 只要射到球 結果就搞定 第二球是有點傷的 因為你剛剛出來 下半場出來沒來 最傷就是 那個十二碼 是 就是那個十二碼 這下就是下半場 開頭沒多久 應該有一張 應該有一張 十二碼 那張 不是這張 不是這張 車路士 有什麼 車路士 都不是這張 沒有了 沒有了 可能留給你了 就是安蘇菲蘭迪斯 射失 射失十二碼 他的十二碼射得很差 阿里奧納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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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2比1不成 那給別人2比1 其後呢 最後卡斯道就出來了 是 那希望 這球球就沒有的 第一件事就 去到最後了 2比1緊 心急都正常的 說真的 我又不會很怪他 之前也有個球 他一撥撥後給錯 結果給對面也有個 射門機會 但是又被龍門黨用腳叉出來 那些球迷又開始說 哇 你身為1幾的球員 你第一腳給錯 第二腳就送12碼給人 你哪值1幾 那第一件事 他不值1幾 就當然了 就是作為一個 1億的球員 球迷對他要求高一點 是合理的 就是起碼即食先 即是來到 一定是即時應該有些 所謂叫做 immediate impact 有一幾 不同 不同和馬是爭的比零下 那這些 這些 就是跟你說 老闆 或者其幕後人士 那一局的決定 就是要交學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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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各位車路士的勇等 都是那一句 就是要給一些耐性 時間 即是金錢 時間也是金錢的一種 所以大家 要給金錢之餘 亦都是要給時間 所以各位車路士的勇等 革命 是需要時間 革命 是需要金錢 不是經常 就說有immediate impact 革命 不是一速而就的 即是立即有就有的 要完善的 文化大革命都搞了十幾年 要完善的 最重要就是 就是要維持一個方向前進 就不要一時又這樣 一時又另外又這樣 一時又搞些新的東西 一時又不知道搞些什麼東西 搞一下就好像轉了個圈 轉回頭 一時又大灣區消費 一時又夜市 不是這樣 他意思是大灣區夜市消費 是 是 不是 香港就是大灣區一部份 是不是 大灣區都是香港一部份 所以兩者沒有矛盾 好 多讀一些留言 隔年活 威廉人說隔年活那些才是出事 都說 都說 你不要說了 他講了拍機打 拍機打也不是的 他覺得車路士好過曼聯 買曼聯就不可以這樣說 各國好 我就說 兩隊都好 是 車路士說真的 我之前上個星期說 都是差前四 所以各位車路士 擁擠 又不要 看到一場球 打和利物浦 大哥 你主場打和利物浦 就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然後就輸了 再給韋斯行 你不要忘記韋斯行 韋斯行 今年 有這個和達鮑斯死球專家 是吧 接下來 也可能有些球員 可能會加盟 所以 再加上中堅 又有些調配 你那場球中堅 不再用奧巴拿那些 說真的 也加上韋斯行 這場球打過死守的戰略 所以 沒有的 所以車路士這場球 球員後三 經驗又不是 最有經驗就是 最後面那個叫泰亞高斯華 接著可能要到Stirling Banchuel那些 那些還不想怎樣 所以各位車路士 有這樣想都是那句 革命是需要時間 革命不可以一速而就 正如我們 某些地方的一些步伐 都是要循序 循序戰爭 很難受 循序戰爭 這樣去進行 是不是 你不可以 就是 我明天要有就有的 明天要聯賽冠軍 就有聯賽冠軍 你給億多大了 你給三億多大了 大哥 人家國際米蘭 莫拉提 都花了很多錢 又是摩連盧來到之後 才拿回聯賽冠軍 萬成都花了很多冤枉錢 不是 這條路 這條路 一個新老闆 不是說球隊本身 一個新老闆 建構隊球 是要時間的 萬聯改朝換代 都改了幾季 上季才好一點 是要時間的 你看利物浦 利物浦搞了這麼久 才叫做歐聯 其後有一點成就 是要時間的 各位 再加上這隊球 你看過的名字 你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迪莎斯的球員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高維的球員 沒有 上季百里頓有留意一下 上季有 然後今年U21歐洲國家盃 有看過 那些美女粉絲 沒有什麼EV 你那麼熟球的球迷 會不會留意高維的球員 我還沒加英雲認識 梅特曆都是去年才認識 我好熟 那你最多認識過Sterling 再加上泰亞高斯華捷華爾 好不 安索法蘭迪斯 在未過來的時候 就是叫做世界杯之前 世界杯再之前 都不是很多人認識 都是打奔菲加 所以各位 這隊球 年輕 你當他們是一隊 很年輕 有潛力 有些潛力 但未發掘到 不要太快放棄年輕人 還要交學費 所以各位 車路士就湧等 大家不妨放下期望 將車路士 當成一隊 可能排上半版 第八 第七 大家看得開心 大家看得開心 第六應該沒問題 五六應該都可以 今年很難說 熱刺百里頓 這都不頑 所以大家 就要放下一點期望 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 不是有錢就大了 不是給錢就一定拿冠軍 從來就沒有這件事 如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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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就橫掃了 所以 跟各位 車路士的湧等說 革命 不是一速而就 是要時間 是要金錢 那你那些默契 真的要時間 去練 起碼 對球現在有鬥志 對對都肯走 至少你聽不到 內部有些不團結的新聞走出來 不是 贏回球比較好 經常輸球就開始有了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對盧頓 應該就要贏了 再不贏 應該就要贏了 盧頓 盧頓還要踢小場 剛剛還沒有踢 所以各位 車路士的湧等大家可以放心 好 時間差不多 今次說一下 萬智思特 萬智思特 究竟光是來自哪裏 待會再和大家描述一下 休息一會 請留意 No.7球衣專門店地址 旺角西洋賽街74號 旺角城市中心11樓一室 未遙 今次提供 旺角城市中心15